6月29日至7月2日 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在湖南长沙举办 本届博览会旨在推动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今年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 过去十年 中国与非洲各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中非贸易额和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额稳步攀升 中非经贸合作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台阶 因为它其实开了不仅仅净中国而其他国家 但也充足对其他人的交换基于中国和世界 与中国与 Africa与其中 我觉得这一阶际行将我们进行高位置这一阶关注我们的位置 这一阶际专门是很重要的 是专门的建立发展新台设施 现在我们有了构机快速 不少嘉宾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 不仅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变化 成为中国协议实施建设备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中国已连续14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 2022年中非贸易额达2820亿美元 同比增长11.1% 来自肯尼亚的嘉宾表示 相信中非经贸博览会的成功举办 会助力中非贸易提制升级 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迈向新高度 中非合作者和教育成功举办 Especially in terms of skills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cause finally that is a long term collaboration That will have benefits between the two continents